少爷 早上好 少爷 早上好 你看起来精神不错 看来昨天的工作挺轻松的 少爷 请慢用 等等 少爷 小婉给你吹吹 我怕把你烫到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阴阳怪气的 少爷 这倒是小婉应该做的 虽然呀 我们之前是有过不少误会 但是呢 小婉相信大少爷是个民主 虽然也会赏罚分明的 比如 比如 比如我现在早晚服侍奶奶 我又做着大少爷您的天生侍女 那这相当于我做了两个一等侍女的活啊 少爷 您看我的岳峰 是不是可以往上翻一翻明 态度是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行动跟不跟的事 少爷需要小婉做什么 小婉立刻去做 我包少爷满意 那就从打扫书房开始吧 好嘞 总算搞定了 还有 书架上的书要分门别类摆放 好 少爷 小婉才书学起 什么是分门别类 书是有内容的 按内容分类 词书放在词书一类 画书放在画书一类 这边是史类 那边是设计类 再那边是师父类 哦 那本应该放在设计类 这是画呀 画 画是画设计是设计 画是汲取灵感的 多谢少爷指点 不用了 这本是欧罗巴文 方才那本是范文 少爷真厉害 懂得真多 这是汉文字和各国语言的对照词典 自己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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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